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毕业潮 求职找个好工作非常重要 因此基隆就业中心在7月12号 再次举办一场小型的现场真才活动 邀请10家厂商释出208个职缺 而接下来8月以及9月份 也将陆续举办中小型的现场真才活动 欢迎寻找工作机会的民众 留意基隆就业中心就业媒合资讯 中心特别鼓励年轻的社会新鲜人 踊跃参加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机会中心在今天我们办了一个 现场真才的活动 这一次的现场真才活动 我们总共有10家厂商 释出了208个职缺 这职缺里面其实它的类别是非常丰富的 刚好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暑期 也是我们的毕业潮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毕业的这些学子 可以利用这机会找到一份 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累积自己的一些工作经历 那对于你之后再做一个职业的选择 或是说自己有没有符合自己的兴趣 或是他所学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也可以让所有这些求职的好朋友 或是说刚毕业的这些同学呢 都可以到现场来 来看看我们目前产业的趋势 以及现在厂商所释出的职缺的一个状况 就业中心呢 所以我们在每个月 那像现在是7月 那之后我们在8月9月 我们都会有陆续办理这样的一个征材活动 那同样在9月底或是10月初 我们也有一场中型的大型的活动 也是现场征材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求职 代业或是想要转职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基隆就业中心指出 许多行业一直有缺工的情况 再加上疫情趋缓 不少行业也开始复苏 需要人才加入 就业中心也将持续和各个厂商合作 开发更多职缺 为代业的民众 创造媒合最适合的工作机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